《復活 邪神 3》 之後 終於又有了新作品《復活 邪神 3》 遊戲以《復活 邪神 3》的 300 年之後為世界舞台 歷代的角色也會在本作登場 遊戲的戰鬥為回合制 攻擊時角色有機會觸發靈光一閃 使出尚未學到的技能 另外也能夠使用 Overdrive 聯繫 讓五人一起打出合體力 在戰鬥結束後 角色會隨機提升能力值或是領悟新技能 想讓角色更強的話 還可以透過《遠征》來取得經驗值 喜歡《復活 邪神》的玩家們 千萬不能錯過這次的新作囉